哈喽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仲哥 今天是8月6号下午2点半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接下来会由中小型股接棒演出 那你可以看到从7月28号过后开始 即便说8月3号大盘出现一个大跌先行 但是我们还是跟你讲 这个加选指数大跌是假的 这个中小型股接棒演出才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7月28号到今天 很多中小型股是不断的往上创新高 那当然包括我们这档3037的星星 星星今天是股价是再度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那虽然说盘中央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震荡 但是尾盘仍然是收上去 那你问中哥说这档星星卖了没 我们当然是还没有卖 因为他至今还在持续流入 至今持续流入的话 我们就不用急着做动作 还记得我们跟你提到了吗 不要为了害怕少赚5% 结果错过后面的50%大利润 如果说星星这档真的如外资的目标价一样 真的一路往上来到100块 那你这77块先卖掉的话 那不就整个晕倒了吗 77块到100块 当然还有23块价差 23块价差我们要把他赚 当然要赚了 那当然这个会不会到100块 这种哥也不知道 我们只要跟着资金流向来去做调整就可以了 那可以看到这档我们7月20号 就在群组上面跟你做分享 跟你做推荐了 我们跟你讲了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绝对不会给你口戏杀 所以7月23号 你如果有跟着我们一起进场 来去布局到这档3037的新星 或是8046的正蓝店 或是3189的景硕 这个ABF载版的这个族群的话 相信到目前为止 你都是赚得非常开心的 即便说你是中间才切入的 中间认为你也有赚到10% 也有赚到20% 或是跟我们一样有赚到三成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3037的新星 这种哥会帮大家持续追踪下去 那如果你有看到我们群组跟着买这档3037的新星的话 记得影片按赞 然后跟这种哥分享你获利的喜悦 再来我们看到这档8104的来宝 那来宝我们也跟大家追踪很久 在从7月初的时候 就跟一直跟你提醒 这压箱宝压箱宝压箱宝 那这压箱宝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呢 它最主要是卡回到microLED 那我们都知道先前的miniLED是炒得非常火热 但是中哥这边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microLED才是未来显示器的一个主流 目前转利数最多是哪一家 就是这个耐创 那耐创跟这个来宝做了一个策略结盟 那这个microLED已经开始在出货 他们是全球第一家开始量产这个microLED了 所以中哥认为这个行情从48块从50块 涨到这60块已经结束吗 中哥认为还没有 因为这microLED就认为商机非常非常大 那为什么商机非常大 昨天涨天板今天会做一个回撤呢 最主要是这边市场上有担心说 下午的法数会会不会变成一个法会 但是如果你跟着我们一样的话 中哥认为说 今天回撤或许是一个买点 为什么这么讲 你可以看到股价在前续两天 站稳的这个区间上缘之后 昨天站稳的区间上缘之后 那今天回撤 回撤这个板压区就是原本的这个黄色条线 回撤没有跌破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板压区已经站稳了 板压会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 今天反而是一个好买点 那如果说你要等到法数会之后再进展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法数会释放出来一个好消息的话 相信你明天买的价位就会比较高了 所以当我们看好一个产业前景的情况之下 今天回撤区间上缘 也是这个板压变成支撑这个位置 是一个很合力的买点 那如果说你这边没有买的话 明天查去追 可能这边很容易交给 那或许你问中哥想说 中哥那如果法数会真的是释放出不好的消息 变成法会该怎么办 但是这样也没有关系 如果这个支撑真的是很给力的话 相信这边明天不容易跌破 即便说变成一个法会 明天也不容易跌破 那如果真的跌破 这边你损失会很多吗 你可能只是损失个5% 那如果你用损失个5%来换取后面 有可能翻倍或是换取这个50%或是翻倍这样报酬 你要不要你就滑不滑得来 中哥那为非常滑得来 所以回撤到黄色这条线 中哥那为是一个很合理的买点 那我们就看看下午的法数会讲些什么 大家我们看到这6165的结态 6165的结态今天是这样 又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昨天说昨天虽然是留了一个上影线 但是今天马上过了昨天的高点 那这场背后故事到底有什么呢 外市为什么这边一直买 即便说昨天留了一个上影线 他还是大力的买操呢 到底他看到什么呢 欢迎各位投票加入中哥群组 这就是来拿起你的手机 然后LINE输入这个上号 小老鼠BBA582.h 那加入中哥群组有什么好处 我们刚刚提到这3037的新星 我们在群组7月20号第一时间跟你分享 那事实上压箱宝我们也有第一时间跟你做分享 所以这档6165的结态背后到底有什么样故事 欢迎大家加入中哥群组 加入中哥群组中哥跟你讲说我们为什么要买进这档 那这档股票到底还能不能买 我们买在这个区间平台突破的这一根 买在区间平台突破的第一根 那目前成本拉上来也已经10%了 他说没有10%的报酬率你认为很多吗 还没有很多吗 这代表什么 涨势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所以6165的结态后续应该如何切入呢 这边欢迎大家加入中哥群组 那回过台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从7月28号开始就一度给你提醒 接下来会有中小型类股接棒演出 那中小型类股接棒演出即便8月3号大盘中错之后 中哥还是不改变这个看法 我们跟你提到家圣指数大盘这大点是假的 这中小型类股接棒演出才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7月28号开始到今天 很多中小型类股这样波段涨幅随便拉开 都有个20%都有个30% 虽然你不能不佩服中哥的眼光独到之处 即便市场上跟你讲说要崩盘了 这个大跌150点完蛋了 但是中哥还是怎样 你要好好找寻中小型个股有哪些机会 你可以去看过往的影片 中哥影片没有再删的 所以我们在8月3号当天还特地这样跟你做提醒 相信你这边都有怎样 买到看到都有赚到钱 所以家圣指数后来应该怎么去追踪呢 我们认为区间形态还没有改变 区间形态还没改变的话 那我们待会再帮大家去做追踪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掌握到这些这么多标股 这就是我们追踪资金流向 不管你是做当冲的还是做隔日冲的 还是做一个波段交易的 事实上你都不能否认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股价是由钱都会出来的 如果说一档股票有资金持续流入的话 代表说这档股票特别容易涨 特别容易涨停板 那相反的如果一档股票资金没有流入 没人在搞那你要他涨到哪边去 中哥也是打一个问号 他又很可能这样继续盘盘盘盘盘盘 也许盘个两年还在盘着 也许盘盘盘盘盘盘 最后往下崩了也不一定 那这样的股票是你想要的吗 这样好像没有 这样好像很没有资金效益 还是很没有资金效益 这就算了 最怕什么 报道最后却是怎样 往下丰盘 你得停损 因为这个盘整股票没有资金流入 这往往背后 公司背后通通常都有点问题 我们不能说每一家都有问题 但是绝大部分的公司背后 好像都是有点问题 所以资金才不要去做流入 那聪明钱他们无非也是想要在市场上 去赚钱 所以你能不能说聪明ль钱 会找哪些公司来去做投资呢 虽然我们只要追踪资金流向 跟着聪明钱来走就可以了 而且聪明钱通常都会走在消息的前面 都会走在法人的前面 因为法人家经常还要出个研究报告 出研究报告还要去找公司来拜访 那他们找这些公司来拜访 有个什么样的特色 通常都是已经在涨的股票 正在涨的股票他们才会去拜访 不然台股这样一两千家的公司 他们怎么拜访得完 所以我们追踪资金流向 是很有用的 因为它很容易让你找到标股 所以不管你是做短线的还是做长线的 你一定要收看众格群组 加入众格的Lighter 因为我们给你介绍这套追踪资金流向 这边不管是短线长线都很适用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追踪资金流向 然后从6月初帮你掌握到这个三大主流 第一个是5G 再来是车用电子 还有什么IC设计 那为什么我们会追踪这一块呢 事实上我们在6月初的时候就有跟你做提醒了 因为中国2020年人大报告是请全力发展 这5G的基础建设 那5G基础建设你可以看到我们6月23旺系 报到今天已经怎样 已经波段获利来到80% 甚至641的化碳也有波段获利三成 再来是什么 再我们刚才提到电动车相关的车用电子 因为中国跟美国可是请全力发展这个新能源相关事业的电动车 更何况这电动自行车在欧洲可是卖到并轨 所以整个电动车产业是怎样 长线是看多的 所以我们跟你提到车用电子这一块你要好好特别留意 那像这8933的爱迪亚波段涨幅呢 可是高达70% 那最后跟你提到之前呢有开始流入到这半导体了 特别是IC设计这一块 虽然这三大主流有一些个股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抱着 而且还是有些个股正在准备创新高 从6月到现在同样已经8月了 整整过去了两个月 但是这三大主流呢还是非常非常行 虽然你不能不佩服中哥独到的眼光 帮你掌握到这三大主流 很多人在这边要穿来穿去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这样 静静的陪着他一路股价慢慢的往上去做成长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档2379 瑞悦今天还在创一个波段性高 当时候我们是怎么跟大家提到 这瑞悦呢 这种哥就想帮他点一首歌 永远不回头还有印象吗 虽然我们追踪一下三大主流 我们目前还抱着的一个核心持股 长多的我们就是让他去做震荡就好了 直到他现行开始转落 那像这个三参二切的原项 现行转落我们就是先怎样 先获利出场 或是3035的资源 我们也是把它获利出场 还有301色联养 我们也是选择获利出场 或是601色花旱 形态上开始转落之后 我们开始做出场 但是我们要去留意一下 出场之后他会不会再转强 当然是有可能的 我们出场不代表说看坏他的后事 而是什么 选择让资金最有效益的运用 那出场之后 很有可能是股价 要开始进入一个震荡阶段 那即便说这601色花旱 今天涨上来 但是也还没有改变他的区间形态 所以我们要很强调 很常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当我们看到一个产业的时候 如果说资金有持续流入的话 这种产业是我们最喜欢的 因为族群性大行情是最有漏的 但是如果我们这边开始选择这样 把它获利下车 不代表说 不代表说看坏他的后事 而是什么 而是他有可能要进入一个震荡 震荡的过程中 我们选择什么 选择先把资金抽回来 让资金效益最有效的运用 记得我们常常跟你讲 这个先卖出不代表看坏 因为他有可能震荡过又再度往上去创新高 这样的情形是有可能的 所以当你看好一个产业的时候 你要持续去追踪它 因为资金会不断的在一线二线三线这边来回来 去做轮转 所以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当农头股还在往上创新高的过程中 你要去留意一下二三线有哪些正要开始转强 那正要开始转强的 那关键的K棒 绝对是你进场的最佳实验点 所以我们来追踪一下 我们目前还抱着一些相关持股 那首先看到车用电子这档4536的拓凯 那4536拓凯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他最主要是做了电动自行车碳纤维车架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从130开始切入 一路来到现在形态上看起来都没有转弱的意思 而且这段盘整震荡的过程中 外资可是一直买进的 投心的筹码也是没有释出的 那今天虽然小幅度的压回小跌一趴 但是也没有改变他形态 所以这档股票中科会好好抱着陪他一路成长 就算他真的往下做跌破话 朋友我们这边赚了将近三成 就算来一根跌停板 你会担心吗 再次强调我们不要为了害怕少赚5% 而错过后面50%的大利润 再来看到这档6679的预态 今天是收了一个平盘 但是总各位形态上看起来也还没有转弱 那刚刚公布的营收这7月营收 是再次创下一个佳基 你可以看到每个月营收是这样 逐渐每个月营收是往上去做成长 那我们有跟你提到 这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这PS5的热卖 那是什么MEMS的题材可是越来越火热 远距的需求也会带动笔电的需求 虽然这个MEMS的题材 总认为他还没有走完 还没有走完形态上也还在往多的 往多头方向去做发展 我们就没有必要记得下车 一样我们不断获利已经三成了 三成你会害怕吗 你就是让他去做震荡就好 把焦点放在新的机会 那把焦点放在新的机会 你可以看到我们抓到什么 抓到3037的星星 这样又是往上又是一个三成 抓到6165的结态 这边已经获利10% 会不会往上又在空间赚三成了 这边我们就拭目以待 再来我们追踪一下 这623忘记我们刚刚提到 波段获利80% 80%我们不会过度担心 所以今天这边震荡 有没有你会担心吗 今天说了一个下影线 会不会每天又往上过高 谁都说不准吗 因为只有停工背会知道 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在他形态开始转路的时候 你在出场就可以了 他形态没有转路 我们形态没有转路 我们就是一路坐在车上 才看到这个3037的连勇 今天是再度大涨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导致表你没有看错 你买高价格 也是可以让你赚50% 因为这档3037的连勇 我们今天这个获利正式 迈向50% 那虽然说这盘中出现一个震荡 但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形态上还没有转路 我们就看看这下午把数位 到底讲了些什么 原则上只要资金 有持续流入 不管你是做短线 不管你是做长线 还是低价股 亦或是高价股 这一套通通都很有用 这套个准则通通都受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303409 这边是一路的往上去创新高 我们230块切入之后 到今天的华英元全息 我们已经赚了50% 所以如果你买个10张好了 你买个10张好 真的不用多 买个10张好 这边230切入的话 买个10张 230万好了 这边你可以赚多少 总共赚了将近120万 120万的投票 这边很有可能是一般上班族 要赚2年 赚3年的薪水 所以高价股它也是会跳舞的 只要资金持续流入的话 大象也是会飞上天的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还是会持续帮大家做个追踪 再来我们看到 6176这个瑞宜 瑞宜 目前形态上也是处于盘整状态 功高之后 然后又开始陷入盘整 那中国认为 目前市场上在等待它的Q2财报 那你可以看到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 外资跟投线筹码都没有松动 所以盘整过程中 我们是等待 等待Q2的财报 那Q2财报公布之后会怎么走呢 这边我们就到时候 再追踪 资金有没有再流入 如果没有的话 这种股票就会怎样 顺势的把这种股票给获利下车 所以他们要 你一定要好好追踪我们群主 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追踪这种股票群主 会让你有所收获的 在我们看到2049的这个上影 那这边往上去做突破之后 那这两天是做一个压回的 形态上再次回到了一个盘整形态 那盘整形态 就是看这个区间是怎么发生的 如果说它往下做提破 那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停顺点 做购票没人 没人 每个都 探紧 也是会有不如预期的时候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在它刚突破形态的时候 进场去切入股票 那它如果不如预期往下跌的时候 你了不起跌个5% 腿票 跌个5%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用个5%成本来去换取50%报酬 这样的一个风暴比你要不要 风险报酬比这样还有45%空间 你要不要呢 所以你不要害怕什么 不要害怕填损 因为填损是可以这样 让你找到下一个更好的机会 所以这档2049上影呢 我们就看这个区间怎么发展 往上突破众哥一定这样用力的跟他加码 那往下跌破呢 这边就是众哥的一个出场点 记得我们先生跟你提到吗 第一次可以是意外 那第二次就是方向了 第一次他听 第二次你祖马自己拚 所以这档2049上影呢 我们就看这个区间怎么做发展 那昨天我们要跟大家提到 这个猎豹策略 那猎豹策略3483这例子呢 我们今天呢 已经顺势的获利下车 今天开高 我们就顺势的把它给获利下车 但是这辆档股票 安平到枫园 还有孔子的重心思想 这辆档股票呢 我们都还抱着 那今天大概是一个小红小黑的格局 还没有改变他的一个心态 那第一报的策略是怎么样的策略 就是呢 买进就要涨停板 那涨停板之后 众哥会选择这样 选择说看当天的一个强弱度呢 来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们有可能会调节一些 也许说调节个一半 也许说调节个三分之二 那留下部位呢 就看隔天的情形 来去做一个隔日冲 我们刚刚提到 不管是当中隔日冲 还是波段交易 这追踪资金流向 都可以让你赚到钱 所以猎豹车员 我们这3483的历史人 我们已经顺势把它给互利下车 那如果说安平到枫园 这档还有孔子的重心思想 这两档如果没有动的话 那众哥也会选择这样 三日价把它给close 不管是赚钱还是赔钱 众哥选择把它给close掉 因为当他往上去做突破 那却没有再度 没有再次过高的话 代表说他形态上 有可能要进入一个盘整形态 那盘整形态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目前这间行情之下 会轮流去点火一些强势股 那盘者很盘 强者很强 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为高永远还有更高盘整 就是永远都在盘整 所以只要他三日不过高 那众哥就选择这样 把这个部位给close掉 换下一个策略 所以列爆的策略是这样 就是要快很准 快很准不断的去赚取一个掌顶板 又一个掌顶板 让你之间最有效益的运动 那最后众哥 要帮大家追踪一下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目前还是处于区别形态 众哥的看法还是没改变 目前都是都在1跟2这两个区间 去来回出震荡 那今天出现一个收拾制线 那遇到压力区这边 很多人又开始认为说 行情是不是又要开始反转了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跟你提到 第一次碰到反压区 碰到反压区 又要回挡 那回挡这边中央认为也算蛮合理的 但是你要记得 今天盘中的一个重点 他要挑战万三的过程中 攻坚是有放量的 但是回挡是量数的 那这代表是什么样的含义呢 万三有机会再次去 有机会再去做挑战 那当他挑战过去之后 原本的反压区呢 就又要变成支撑区了 就又要往上再去做挑战了 那高点会在哪边 我们真的不用去预设任何立场 因为资金行情的极限 真的只有天公辈会知道而已 你不断的预设任何立场 那结果会怎样 结果是你可能这次一路被嘎 被嘎 被嘎到真的受不了的时候 行情才会开始反转 是不是屡事不爽呢 所以不用去预设任何立场 你只要跟着资金流向来去做调整就好了 所以这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的猎豹策略呢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脚步 我们就是这样用猎豹策略带你去赚过一根又一根的涨停板 追逐强势股可以让你怎样赚取一个很丰厚的报酬 那当然我们追逐强势股可以不是乱追的 我们现在有跟大家跟大家听到 在盘子初期波动还没有缩小 所以请不要过度追价 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追价呢 取决于我们的SOP 记得这个猎豹策略呢 如果你会用的话 它可是怎样 可以让你一档赚过一档 但是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很有可能会怎样 很有可能不断的交流跟 所以这猎豹策略你只能跟着这种哥 这种哥发明这猎豹策略 你只能跟着发明者来去来去进场跟出场 所以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欢迎大家点击本来跟上我们的节奏 这种哥就是要带你的快很准 不断的赚取掌停板 那欢迎大家跟上我们即时买卖操作的脚步 当然最重要的是 你要锁定这种哥的Light跟Telgon 中哥会不定期在上面来分享一些即时的讯息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下期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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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